大家好 我是飞飘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继续着昨天的一个八卦 那进行了第二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 这也是来源于派友给我发的一个视频啊 让我去看看就说 哎 这就是根据我昨天发布的一些内容当中 那么其中两个人之间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回应 那回应当中呢 对于整件事情进行了分析 或者对于 个人啊 对于整个的人进行了一个分析 那他分析当中呢 也会参加着一些啊 个人情绪 那么当然也会参加着中国传统文化啊 对于一些面向的一个理解 那当然这个事情呢 我们看完之后 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茶余饭后的娱乐就行了 不要去太过于当真 因为这件事情他和派就完完全全没有关系啊 这呢 就由以派为中心去拿的一个八卦变成了个人恩怨 或者说是变成了个人的另外一件一起事件 就完全和派没有关系 有人说了 派圈里面为什么那么混呢 派圈里面为什么那么多私逼 其实很多事情就因派而起 却又和派 毫无关系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吧 各位派友看官大家好 我是黄里奥 中国有句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是不怕鬼敲门的 在大千世界里 做人要实事求是 为人善良 多为别人着想 你才会得到福报 但有的人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人一定是命运多揣 不得善终 下面我们来看画面的这个人 大家看到了哈 这个人叫什么我不知道 只听说这个傻比亚天天在直播间骂我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也无交集 是什么原因让他站出来这样仇恨我 一切都是无厘头 是我挖了他家祖坟吗 肯定不是 因为苹果几十年学艺经 画了几十年人像得来的经验哈 这个长相的人家里没有祖坟 因为他血统污足 那我没挖他家祖坟 为什么他要平白无辜来攻击我呢 难道是被人利用 当枪使 诶 这个很有可能 那么背后这个人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帮他画一张相 然后拿到泰国去花点小钱 请人帮他做一场法事 让他后半身过得愉快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光头 很多人可能会走到误区 认为他是个人 事实上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小人的长相 还是那种耍小聪明的小人 我们先不要说他的头上有没有毛 这个先不说 我敢断言他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的 酒肉朋友不算哈 其次他没有文房斋 绝对没有文化 就是一个没智慧的小人罢了 从眼神上面看 谁要是跟他做朋友啊 谁就会被他算计 跟他做朋友都会被他害得很惨 如果在旧社会 充其量是一个好意勿劳的恶棍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的鼻子啊 根本上谈不上财运 跟他一起混 最后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种人你看上去是有野心的 但不得法 因为不既得行善 招的都是恶报 即使横财就手 他也拿不到 如果拿到了 就有牢狱之灾 不杀头也得坐牢 而且啊 从面相上看 晚年还要坐很多年的牢 我的话就料到这里 今后我说错了 你来找我 婚姻宫更是糟糕 根本就不值得一谈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法令线 通常啊 长这样子的 说是可以善终 但他是一个没修为的人 很容易跟人产生纠纷 也容易官司产生 也不值得一谈 再说这人的嘴 俗话说祸从口出 这辈子他就吃这张嘴巴的亏 幸好啊 这个嘴巴上面好像还有一颗痣 如果不是这颗痣 长这种面相的人 那早就见了阎王 总而言之 从相学上面讲 这种人是没运可走的 无论折不折腾 也只是一个可怜虫 更糟糕的 我就不想说了 看破 不说破 也是学意经的德行 所以啊 离这种人一定要远一点 哪怕你跟他造一张相 你也要倒霉好久 不信你跟他合影造一张相试一次 这个视频大家已经看完了 派圈里面还真的是人才辈出啊 那不光能够去讲派的技术 而且能够带团队 而且还要讲技术 又要去讲很多关于人性的 或者面相这些 真的真的是太难了 像这样的人才确实比较少 那我们到底是币圈里面的人才比较多 那么人家都讲了嘛 在人才多的地方 那个地方一定一定是未来的一个风口 那是不是说我们未来的派就一定是风口呢 那我这个人暂时不敢去下定论 但是派圈里面的人才确实比较多 你看像之前的时候 大家所谓的高共识 所谓的低共识 所谓的这个换房换车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派呢 是美国为首的一个全球金融补救措施的一种想法啊 或者等等的啊 这些都有非常多人去分析 是不是说我们的派真的太过于强大了 把世界上所有的有志知识 或者有厉害的人都信进来 我看这并不一定 反倒我认为了 是在派里面呢 有人去吹牛逼 吹牛逼能够找到存在感 而在找到存在感的同时 这呢并不是说你找完存在感就完了 找完存在感 而且还能吸粉 还能让很多人去相信 还有很多人把你尊称为是一个大师 或者尊称为是老师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虚荣感就非常非常爆棚 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成就感 那在派的这个收取当中呢 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己的一个成就感 那我们知道知识体量是向下兼容的 就是说你获取到的一个知识 你向下去讲的时候 就你讲出来之后 一定是那些比你差的人才能够去相信 或者比你差的人才去听取你的 那不可能说谁的认知 或者说谁的知识体量比你大 他还去听你讲是吧 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派这里面的大多数的一个群体呢 他的知识储备是不是特别高的 而且或者说是 大家对于这个区块链里面了解程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其实大家所谓的什么高共识也好 还是低共识也好 反而去验证了一点 就说他们对于区块链的认知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在这里很多人说 还看不惯这个投资市场 还看不惯这个币圈 还看不惯这个二级市场 那反而就验证了我们这个群体 那是非常非常的吃心妄想 在派圈里面的人啊 非常非常多人 他是吃心妄想 并且不是特别懂 而且或者说是一点都不懂 但他能够在这里面找到存在感 而这样互相的人都找到存在感之后 大家人聚在一起 那就相当于一句话就叫乌合之中 那当然乌合之中啊 这也出过一本书 大家在里面呢 能够抱团取得一种信念 那么或者取得一种群众的力量 当群众力量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或者找到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 所以在派圈里面 我不认为是人才的出现 而是说大家聚在一起之后 能够找到心里面的一个虚荣 或者能够找到心里面的一个安慰 仅此而已 那当然这后面 我去总结了这些内容 和总结了这些思想 那不和本次的事件呢 是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事件 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 能够从中呢 能够看到在派的这个社区当中 到底出现了哪些能人知识 到底派的社区当中 是否是真的需要了这些易经的 是否是需要这些八卦的 是否是需要这些道家的儒家的 还是说中华五千年的一个文化的 或者说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的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想说的是 技术的推进呢 不一定要说的这么神神叨叨 那好 这就是今天来 我去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